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丝丝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雪 第1492集 承住 季小波趴到地上 承住啊 小人知道的事已全盘脱出 承住 能不能饶小人一命 能不能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啊 现在你的千金也被抓了 打算怎么救人 凤九儿直接忽视了季小波后面的话 几位夫人听见凤九儿的话 纷纷侧头 看着季小波 季小波紧紧握了握拳 站起来 承住 小人想自己出城去找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想逃吗 瞧目挑眉 当然不是 季小波看着乔木摇头 梁木山居然将爪子身下我的女儿 小人怎么可能让她好过 说来听听 乔木死死盯着她看 梁木山的双亲还在 小人 这就让人将她双亲接过来 带着她的双亲出城换人 梁木山还有家人 凤九儿问道 有 双亲健在 还有一个准备出嫁的妹妹 对 一并带上她的妹妹 反正小人最大滔天 也活不久 承住 你能不能答应我身上之后 留着房子给我的夫人和女儿啊 其他一切伤交就好 我只希望他们还有个家 季小波的话 让他的三位夫人脸色好了几分 至少这男人临死还是想着他们的 如果你有能力救回所有丢失的女子 我免你一死 还会将你的四位千金完整归还 郑主 小人的四位千金在您的手上 不在 抓他们的人是山贼 不过 恰巧我认识 镇长 您应该知道 山寨里最缺少的是什么吧 要是镇长不希望自己女儿成为山贼的女人 动作最好要快 季小波怎么能听不出 凤九儿言语中的威胁呢 意思是 这位城主黑白通吃 不是吗 他紧紧握了握拳道 城主小人明白了 不过 要救我所有丢失的女子 这并不容易 盲中才说实在的 是个没有血性之人 所以 有些女子 还是十年前就送去的 小人 这是你的事情 凤九儿站起来 举步往殿中走去 你只有两天时间 我只看结果 走 他经过季小波身旁的时候 侧头看着她 像你这么禽兽之人的女儿是人 外面勤勤恳恳的百姓 他们的女儿也是人 你女儿两天后的遭遇 说不定 送出去的女子 现在就在长寿 不 也许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季小波 别在我面前耍花样 你的所作所为 足以让你死十次 百次 凤九儿冷冷一哼 收回视线 摆了摆手 所有东西带走 不必留下兄弟 没人能在我的视线里逃走 走 是 兄弟汉手领命 凤九儿走了 大家也跟着他离开 守卫的守卫 扛东西的扛东西 不一会儿都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小樱桃问道 九儿 这件事情 真的只交给季小波吗 当然不是 凤九儿摇头 像亮木山这种人 居然也有家人 哼 乔木冷哼 所以我也觉得 季小波用亮木山的家人 去威胁他 意义不大 小樱桃浅叹一口气 回去再说吧 凤九儿丢下一句话 加快脚步 午膳之后 丫鬟将剩菜残羹带走 送上茶水 凤九儿摆了摆手 丫鬟都离开 走最后的关上了门 城内丢失女子的事情 却有歧视 人数统计上升到了一百了 阿九 你有什么看法吗 凤九儿拿起茶壶 给地乌牙倒了一杯茶 地乌牙接过他送来的茶水 轻揉了一下他手背 听你的 他接过茶 昂头一饮而尽 凤九儿敏纯看着大家 那大家有什么建议 说说吧 同桌的人 还有凤江 巧木 行子周小 樱桃 剑衣 凤衣男 岳沁纯和玉京风 我觉得 那些女孩太可怜了 岳沁纯心情有些低落 自从知道这件事后 她连饭都有些吃不下了 十二岁 什么概念 这些人太冷血了 凤衣男揉了揉 她脑袋没说话 现在 整个黑潭地位 都知道我们的存在了 一城和一城的 组织了不少兵力 去了刘川城 行子周说道 他们肯定 是不允许我们 攻打刘川城的 刘川城一旦被攻破 一城和一城 就会受到危险 我们要进攻 平原城的话 暂时也只能按照 昨夜拟定的路线 从平原城东城门进去 往西北方向进攻 平原城下的湘城 前两年 被黑山城攻过一次 最后 虽然守住了城 但兵力 也薄弱了很多 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 两万龙武军 已经抵达了越城 和一万岳家军会合了 玉京风抬眸看着地无牙 也许 我们可以提前动手 我的意思是 越早攻过去越好 凤九儿捏着一只空的杯子 眸光有些沉 哪怕 啪的一声 杯子破碎 哪怕来不及 我也要将人救回来 我的城民 岂能这般被人欺负 九儿 小樱桃皱眉 过去牵凤九儿的手 但她还是慢了一步 凤九儿捏碎杯子的手 落到地无牙掌中 我没事 凤九儿看着气息低沉的男子 摇摇头 地无牙翻开她的小手掌 指腹轻轻地 在她划破的长指上 轻轻搓了搓 小樱桃看着血色 立即站起 我去拿药箱 不必了 凤九儿摇头 地无牙倒了一杯茶 抽出方巾战尸 给凤九儿洗伤口 她的速度很快 凤九儿来不及拒绝 也就没有拒绝 她伸手 拉了拉 站起的小樱桃一把 让小樱桃坐下 现在关键在于 咱们在越城的两万兵力 和华姐的一万岳家军 能不能经过乡扯 直接进入平原城 行子舟 地理位置研究的如何了 有个地方可以考虑 行子舟将怀中地图掏出 站起 小樱桃也站起来 和行子舟换了一个位置 行子舟坐在凤九儿身旁 将地图摊开 舟儿 就在这儿你看看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